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瑜伽之境 我知道大家已經敲完很久了,想跟著蓮老師一起做瑜伽,對不對? 大家好,我們終於來了! 好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動作是拜日式 那為什麼會從拜日式開始呢? 因為基本上拜日式是所有瑜伽剛開始要暖身會去做的一個串聯的動作 那它會有一些前彎、後彎,還有一點點的手臂的力量的一個練習 那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出學者 因為在很多人剛開始練習瑜伽的時候 可能各方面的柔軟度、肌耐力還沒有很強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暖身 那今天蓮老師也要跟大家先做一個小小的說明 其實瑜伽呢,是適合所有人的練習 你不是一定要說你的筋很軟 或是說你一定要從很高難度的一個程度開始去做 那你只要從你自己的程度出發就可以 那保持心情愉快,跟著老師的口令慢慢的去 讓自己的身體越來越開展,然後越來越有力量 然後就是持之以恆的去練習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們準備開始練習我們瑜伽的拜日式 那要提醒各位同學啊,在練習之前呢 至少是要吃完東西一個小時以上喔 因為在練習這個拜日式會有很多前彎跟後彎的動作 怕會造成你身體的不舒服 那準備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練習 那剛開始,我們來到墊子的前端 站好之後呢,讓你的兩個腳掌是這樣靠緊碰在一起的 然後膝蓋呢,也讓它靠緊碰在一起 然後你的身體就是非常穩定的站在這個墊子上面 然後呢,練習把你的微骨不要這樣撅起來 把你的微骨捲進來,讓你的身體是非常平穩的站在墊子上 把肩膀向後向外旋轉開來 手掌心可以微微的朝向前方 然後脖子輕輕的有一點點後退的感覺 就很像,想像我們頭頂上有一條線往上拉 不要是站得起 脖子收回來,想像你非常的直挺挺的站著 然後剛開始我們要練習之前呢 我們可以眼睛輕輕的閉上 給自己幾個呼吸的時間 讓你的心安靜下來 三到五個呼吸之後呢 OK,我們想像我們是從墊子前端開始 幾個呼吸之後 準備好,我們可以雙手合十在我們的胸前 然後跟著你的呼吸吸氣的時候 手往前往上 你可以看你的程度可以一點點的後退 準備好之後 準備好之後 吐氣的時候 手往前延伸 我們來到前彎 那初學同學你可以膝蓋微彎 沒有關係 讓你的頭頂朝上地板 來做一個很輕鬆的前彎 然後準備好之後 我們在吸氣的時候 手指頭輕輕點在地上 我們抬頭有一點點的把背拉長 去感受一下你身體的力量 再一次吐氣的時候 手掌心蓋好地板 右腳往後 左腳往後 我們來到輕輕的一個平板式 初學同學我們可以膝蓋跪地 接著我們吐氣的時候 下巴胸口找地板 做一個簡單的伸展 接下來我們吸氣的時候 往前滑 我們來到眼鏡蛇式 這個眼鏡蛇式呢 手肘微微彎曲夾體身體 然後身體是肩膀不聳肩 準備好之後我們再一次吐氣的時候 腳頭踩 我們雙手用力一推 推到我們的下犬式 下犬式的時候 你可以做幾個呼吸的停留 如果你是初學者 膝蓋彎曲沒有關係 讓尾骨在你身體的最上端 然後手臂伸直推地板 腹部收緊 脖子放鬆不聳肩 你也可以做腳踢 踩踏一下 伸展一下你的大腿後側 給自己幾個呼吸的時間 讓你的身體有開展的空間 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微微地膝蓋彎曲 右腳往前踩 左腳往前踩 再一次手指頭輕輕地點好地板 吸氣彈頭被拉長 吐氣再一次輕輕地前彎 你可以讓自己膝蓋微彎 感受一下前彎 頭頂朝上地板 人背好之後 我們再一次吸氣雙手往上 往後 合時胸前回來 接下來我們換邊 完成一次完整的敗日式 好的各位同學 我們已經完成一個 拜日式的練習了 那這個動作呢 可以在早上的時候練習 當你起床之後呢 給自己五到十次的一個練習 會給你滿滿的能量跟活力喔 那記得練習完之後呢 要多喝水補充水分 那這樣子持之以恆練習之後 你就會開始發現 你的前彎跟後彎 你的能量還有你的身體柔軟度 都會提升喔 那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拜日式 請大家多多練習